与上次三年的猛攻 最后还是未坚实的阵子 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小 就在陆黎即将拥抱前进人生 却被突来的时间线拉回十年前的高中时代 既然回到了十年前 陆黎便准备轻松过完这一事 谈谈恋爱转转前 随便与领家那霸王花偶尔探讨人生 这该戏的帅气脸床 还是有来了不可解释的荣誉追击 既然不得选 那这一次我全都要 一家五星级总统套房内 秦如月穿着睡衣坐在大床上 面前的男人低着头 投与不去 阿里 你来公司也有三年了吧 是的秦总 上个月刚晚三年 这三年 我对你的心意 你难道一直不明白吗 哼 我当然明白的 可是我的秦总那人 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段时间考虑一下 再给你一段时间考虑一下 我都等了你三年了 考虑的还不够吗 可是秦总 公司不是禁止办公室恋情吗 有话一出 秦如月仿佛听到了一个天赛的笑话 起身走到了男人面前 那从明天开始 我可就要把这条灰烘给取消了 才受到眼前的女人 毅然决然的神迹 陆离的思维有些迷雇 望着面前成熟美丽的女人 陆离在心中探望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从踏入公司看到她的第一面积 陆离就是今天 其实想想 自己似乎并没有什么吃亏的地方 至少眼前的女人 只可以让我少奋斗二十年之多 随后关上灯 讨厌 讨厌死了 陆离感受到了女人的一眼之处 秦总 你怎么还是 怎么了 是很意外吗 是挺意外的 那为什么是我 明天就是最后文宗的考试了 虽说语书外已经考完 但是文宗的考试依旧不能掉以轻心 不过大家也不用紧张 按照平常心来正常发挥就行 当陆离醒来 时尹望着黑板上写着几个大字 距离高考倒计时 还剩最后一天 这是啥 重回高中时代 十年前 我高考时 不是哥 我秦总呢 我少奋斗二十年的秦总呢 秦总口中的其实早在 是想说什么 陆离正想的入神 此时突然走来一男生 凑到面前响声 陆离 听说最近流行一款游戏 等咱考完 你可必须要跟我一起去玩玩看 你谁啊 陆离你脑子咋了 让义父看看 东子啊 原来你小子要是一直这么帅 中萌也不至于出轨 也离不得啊 出轨 离婚 要不陆离 义父带你去医务室 看看脑子好了 这家伙 这回都还没遇到中萌呢 也不是十年后的那个原毒地中海 正在两人聊天之际 正有一个少女走过来 来人正是陆离 从小玩到大的青梅竹马 姜思思 但别人的青梅竹马 都是柔弱的白月光 姜思思却是能 唱 跳 还能徒手 宁某人的天灵盖 也有一张可人美丽的领带 和一双比陆离命还长的短 可就是比较活的 该说不说 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娘们长得这么好看的呢 就在陆离思索 接下来的生活 该如何规划时 陆离 走 回家 回家 回哪里去 啊什么 明天文宗考 今晚带你好好复习一下 姜思思 不是我说 张东 你想说什么 陆离你赶紧跟姜思思回去 好好复习 云海高中 依旧是记忆中的模样啊 陆离 你走那么快干嘛 今晚你可哪里都别想去 要在我家复习完 应对明天的考试 落了脚步 随手拿起姜思思的书包 背在自己身后 姜思思意外地看了一眼 也没多说什么 肩并肩地一同往停车场走去 陆离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哪里怪的 怪好看吗 赶紧走了 明天高考了 早点结束复习 早点睡觉 对了 等高考完了 你有什么打算吗 打算 有啊 就是先赚钱 啊 赚钱吗 你是很缺钱吗 也不是缺不缺钱 钱是男人胆 就在陆离说的 突然意识到自己现在 还只是个大学生 这么说的话 确实会让人觉得 不符合自己的身份 也没有继续说 两人一同回到姜思思家中 两人的家都是在同一个省区 同一个楼层上 又是挨着个房居 从小陆离父母便在外工作 妈 我们回来了 张姨好 赶紧洗手吃饭了 所以陆离的饮食 老陆便交给了姜思思的母亲 当然 老陆会负责自己儿子的伙食费 陆离来吃饭了 来了来了 张姨 麻烦你了 我来吧 嗯 这孩子以前可不这样 都是木讷的性子 吃完也就走了 今天这是咋了 主动端菜 还到了生谢 不过张学脸上的表情 也是稍动即逝 笑着她 阿里 你和思思先吃 我一会还要去给她爸爸送饭 好了张姨 你路上多注意安全 这孩子 随后两人坐下吃饭 姜思思吃的那叫一个香 一点女孩子吃饭都没有 姜思思 你跟女孩子吃饭 别这么夸张 我在家吃饭 一直都这样 哼 陆离 你们男生是不是都喜欢那种娇滴滴的女孩子 也不一定啊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喜欢大的 还有 本来以为回到十年前 这些知识点早就忘到脑后 但怎么一打开这熟悉的书本 就过目不忘了 难不成这是我重生的福定 那明天的文宗考试 可就不必担心了 看得怎么样了 还行吧 路由吃了一个花后 便将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身旁的姜思思身上 难不成 以前都是这么跟姜思思相处的 期间就没有一点点其他的念头 陆离不安分的小眼神 被姜思思尽收盐 嘿嘿 姜思思暗自理 嘴角又出一色 这沐鱼脑袋 还知道看女生了 再看眼睛都要掉了 哼 老师上课时 说的考试点 我再和你复习一遍 我得回家看书 这就不看了 还看的啥 全看腿了 嗯 看着陆离离去的背影 在桌子上笑了起来 嘿嘿 老娘这身段 还迷不及你 转眼到了第二天的文宗考试 姜思思起了的大早 在厨房倒顾着早餐 准备着给陆离一个爱心 此时陆离也准备好在门口 等待着姜思思的到来 姜思思 你弄好了没 该出发了 来了来了 到达校门口后 陆离想起了当年姜思思 在这次的高考 发挥的特别好 虽然分数没有达到清北的地理 但是国内的其他重点大学 都够她随便挑选 结果在填报志愿的那天 姜思思却突然告诉陆离 要跟她填报同一座大学 可不知道的是 当时自己的脑是不是抽出了 对着姜思思破口大骂 就因为此事 两人就没什么交织 就在陆离想着此事时 迎面走来了一位 似曾相识的故意 呦 今天挺帅啊 张东 我建议你 以后就这么保持着 再加上你刚刚加入篮球社 我觉得你不缺女朋友 随后 三人一同前往考场 考试结束后 张东便吵到陆离 走走走 今天必须来个通宵 考试都结束了 本想着拒绝的陆离 想起自己才刚刚来到这个时代 也需要通过网络 了解下当下的各种信息 到了网吧 开了两台机器 张东打开了电脑 急不可耐地准备尝试 目前正火的游戏 LOL 而陆离则是打开了网页 开始浏览起了新额 既然已经重生了 那么搞钱自然变成了头等大事 再经历了上一世的社会词党 陆离自然明白 钱对于一个男人的重要性 你可以说一个男人不帅 没有文化 但不能没钱 2022年是一个黄金年代 钱是学的就是金融专业 不过想短时间内 从股市中分一杯并有现实 陆离 你一直看新闻干什么玩意 赶紧来陪我打游戏 我觉得这游戏可有意思了 能没意思吗 这可是跨世代的游戏产品 重生前这游戏 就已经火了十代年了 心里嘀咕一句 陆离也打开了游戏客户关 闭转眼 时间来到了半夜 陆离 一会到包四点了 我去转个通宵卡 张东扭头说话时 却定在了园 陆离也好奇地转过去 你怎么来了 我咋不能来吗 一猜就知道 你俩肯定在这里 江思思随手拿出仓盒 接着一样样小菜 被摆弄了出来 打游戏都不用吃饭吗 真不知道游戏有什么好玩的 江思思的话语 听起来有些刺耳 不过陆离也去买是吧 一旁的张东刚准备伸手 却被江思思一巴掌拍的 没我的份啊 我也好久没尝过 张义做的菜呢 谁跟你说这 这是 你不是喜欢吃泡面吗 自己去把他泡去 你俩可真是 真是什么 没没没 张东闪闪一笑 这 江思思则是坐到了 陆离身旁的店 伸手去看自己 你不回去吗 咋了 这么希望我回去啊 不是 你一个女孩子 我爸 别婆婆妈妈妈的 不是要通宵吗 正好我也没什么事 就在这陪着你 顺便看看电视 试问 如果一个女生 愿意陪着你在网吧通宵 是怎样的体验 这项成就 陆离达成了 陆离一边玩着游戏 江思思一点一点的 从她那白宝箱 掏出了零食 看得旁边的张东 也是一点惊讶 江思思 你光给陆离拿 可不可以看看我 照顾照顾单身狗的感受 那你可要等等 我还特意给你准备了烤肠 这烤肠好着呢 绝对不加鼓励了 到了半夜 陆离看了一眼 身旁的江思思 又看了她时间 不能熬夜 还要陪着自己通宵 陆离推了推张东 东子 我先回去了 陆离 我可是要跟着你上大分的 你就跟我说不完 明天晚吧 时间也不早了 你要记得少熬夜 不然可要吐吐 行了行了 你先回去吧 走出了网吧 江思思可不像陆离这么能熬 一脸困意早就写在脸上 看了一眼陆离 阿黎 你怎么不玩了 不玩 回家了 哦 连着嗷了几声 江思思一个起跳 瞬间跳到了陆离背上 好困 你要背着我回去 你好歹说一下呀 给我一个机灵 这推背感 怎么以前就没这么直观的感受呢 好你的陆离 越来越流氓了 两人说说笑笑间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 软呼呼的话 阿黎 你好像长大了 你这话说的 跟我妈似的 啊 没想到啊 你还有这批号呢 来来来 喊声妈听听 欢声笑语中 两人也到了家门口 到了家门口 江思思还不忘给陆离 就快速跑回家中 陆离一拟忍耐 回到家中 陆离想着高考 或该怎样赚钱 随着困意袭来 便睡了 既然回到了18岁 那么自律的锻炼必不可少 光靠颜值可不及 身体也一样重要 起身洗漱完毕 便出了门开始锻炼 起来还是晚了些 清晨五六点 还是锻炼的最佳时间 还是昨晚回来的晚 后面要把时间往前推一些才行 就在陆离刚准备开门 身旁的门突然开了起来 江思思穿着睡衣一脸朦胧 干嘛去了 这语气可像极了等待 一晚夜不归宿丈夫 回家的小妻子 跑步去了 跑步 身上臭死了 全是汗味 赶紧洗洗 我让我妈给你留的早饭 不过锻炼挺好 看你这若不禁风的样子 我若不禁风 你怕是没看到 我真男人的样子哦 要不是怕这小妮子 听到这话会兴奋起来 陆离可真想给说道说道 餐桌上 陆离吃着张仪准备的早餐 江思思问了一句 陆离 你不是说暑假还要赚钱吗 有什么头绪吗 张仪的手艺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呢 有了有了 你看我们现在都已经放假了 我爸一定会是学生最常去的地方 我想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 网吧 你要开网吧 谁跟你说要开网吧 我也得有那个钱 我想说的是 既然去的人多了 又放假期间 有的人可能都不回家吃饭 到了饭点 网吧除了泡面 也没别的吃 而且一桶泡面 加个蛋都得五块钱 那一盒有婚有素十块钱左右的盒饭 也不会有人嫌贵 所以呢 我暂时想法是 每天中午和晚上 进一批盒饭到网吧卖 恒星网吧我比较熟悉 网馆和老板也都是熟人 肯定不会拒绝 如果可以 最好能和他们签订餐服务 好主意哎 那你也不用去进盒饭了 我在家里做好 然后你再拿去网吧卖 这样就能多赚一点 前期这么多 确实可以 但是后面 我们会多和几家网吧合作 这样下来的话 你一个人是绝对忙不过来的 好吧 怎么 你这么想帮我呢 后面可有你忙的 如果一切顺利 能和网吧签订餐服务 到时候一到点 估计你的电话要被打到爆 还要记地址 记餐 再联系饭店 联系送餐的人 自恋狂 说谁要帮你 我才不管你 隔天 陆离便出发 按着昨晚的想法 准备找王哥谈谈看 哎 王哥 正好在哪 找你说点事 你小子 是不是放假了 准备在我这包台店呢 哦 必须包 不过今天并不是这个事 还有个更重要的事 接着陆离也没藏着夜宠 便把想法统统告诉了王哥 当然 说辞自然是权衡力 还是你们年轻人脑子灵活 这个想法好 王哥 别开玩笑 你这话说的 你也不比我大多少吗 我第一次看到王哥你 还以为是我们王管 小李哥呢 行行行 怎么以前就没发现 你这小子嘴巴挺能说的呢 你说的这是 抽成吧对王哥来说也不多 倒是可以给我增加些人气 一会儿我跟小李说一声 看看需要怎么配合你 走了 先陪我拿几把红锦去 搞定了王哥这里 陆离心中也算放下一个大石头 接下来便是并餐饭店 这种生意一般都不会有饭店会拒绝 陆离到了经常去的小贩馆口头协商后 便离开了饭店 价格也算陆离的预期呢 送餐小哥 前妻还是自己先上 一起叫上冬子 虽然可以白票这家伙 不过时间长了可不行 多多少少给冬子算些送餐费 冬子 出来出来 跟你说点正事 我也在去网吧路上 你现在也出发过去 过给张东反应的时间 陆离就挂了电话出发去网吧 陆离 你逗我玩呢 什么是急急忙忙的 我才睡了五六小时 困不行 你小子真不够意思 说好一起冲宵 一点多你就跑 姜思思就那么吓人啊 姜思思在的时候 怎么就没见你这么混呢 说正事 陆离便将自己的想法 跟张东讲了 听完后 张东自然是满口答应 至于陆离说的 一份合饭给五毛田 他也不当回事 兄弟之间就这样 力所能及范围能帮忙 的读找我 随后两人一同去了扑印店 按照陆离的想法 制作了两百张小法 都弄完了吧 该是带我上分的时候了 对不对 这时候的LOL 还进入群民时代 陆离上一世 虽然不是什么 全部排名靠前的玩家 但放在线时 知道各种套路 自然算得上市大神玩家 走吧 事情都搞定了 上网去了 到了网吧 两人也没闲聊 马上进入状态 S27的AP剑胜 可想而知 我的剑 就是你的剑 我的剑 就是你的剑 就在两人刚刚结束战斗 耳旁响起一道声 你玩得这么好 能不能带到我 不知何时 自己旁边的座位 已经坐下一个女生 陆离还没接话 映入眼帘的 便是那少女 飞主流的造型 只见陆离 一直没搭理自己 你带我上分 我请你上网喝水 有这话你早不说呢 我这人没被她爱好 最喜欢的 就是带妹妹上分了 来 上号 见识 少女飞快跑到把 抬抱回来一堆的零食汽水 一旁的张东 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心中早已是翻江倒海 陆离游戏玩得好 已经让我够惊讶 怎么跟陌生女生说话 也这么自然的 这家伙不会是高考完了 封印解除都在装吗 你买这么多零食干嘛 我把你家开的呀 是我家开的 王权是你什么人 是我表哥 好好好 这么玩是吧 但我没问 敢听你们兄妹俩 家族遗传啊 都这么爱上吗 身旁两个算是 被陆离的AP见识们听到了 给她一个残询 她能还你一个世界 游戏时光 张东见了这边 陆离说了一声 也不下劲 不过在她离开网吧时 碰到了姜思思 陆离呢 是不是在这里打游戏 对呀 还在打着呢 担心某人在网吧打游戏 过不上吃饭 好心亲自送过来 结果好啊 感情在这里 跟妹妹甜蜜双牌上了是吧 毕竟在外 还是照顾照顾男人的面子吧 你怎么来了 就知道打游戏 吃饭都不吃了吗 家又离得不远 你吃完回来 再接着玩也行啊 快速巴拉两口饭 陆离就在公屏上 打出三四中意 无送报应 就这样持续到晚上 陆离在顾人那依依不舍的眼中 果断想起 陆离当然知道 江思思那小心思 也没打算瞒着江思思什么 就自顾自和江思思说起来龙去脉 当江思思听到还给陆离冲了枉费 你又不是他什么人 他干嘛给你花钱 谁知道那个女生安了什么心思啊 就算现在没有 以后呢 下次再见到他 你把钱给他 平白无故的干嘛欠人情 怎么 你这算是要包养我呀 包养你 五百块钱就能包养你了 那你可太便宜了 嘿嘿 那也得看是谁了 别人的话五百万都不行 你妈 绰绰有余 倒贴我也愿意 讨厌 贫嘴 他这是在跟我表露心意吗 怎么突然感觉脸有点发烫 妈 你还没睡呢 又去给阿黎送饭了 你妈我平时让你做个饭 你懒得跟什么一样 阿黎没吃饭 你就担心他肚子饿了 你可还没出嫁呢 胳膊肘就开始往外拐了是吧 哪有 妈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呢 还我说的什么话 是不是说到你心里去了 你可是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你想什么 我这个当妈的还能不知道吗 等下次阿黎他爸妈回来 两家人一起吃个饭 顺便把这事商量一下 妈 不说了 我要回屋了 这孩子 我这当老娘的 你那点小心思 阿黎这孩子也是自己看着长大 什么性子也比较了解 要给我当女婿 我也放心 阿黎 伯父伯母什么时候会回来 这女子 醋痰子都吃一缸了 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 大概要过年了 咋了 没 没什么 就是好久没看到伯父伯母了 肉里也没多想 可江思思包了回电话 也就睡着了 这个电话 还是留江思思的好一些 这虎娘们要知道自己这么干 不跟她说 指不定还要被骂 谁在说我坏话 肯定是陆里 陆里 你怎么这么早就到了 这还早 这马上饭点了 你小子 昨晚去打老虎 一点亏意 早啊 又没上课 才十一点多些 我还想多睡会 嘿嘿 哇哦 不错呀 喂 你好 嗯 好的 好的 我马上叫人给你送 稍等哦 好 知道了 生意来了 冬子 干活了 OK 第一天的生意 也是出奇的好 陆里和张东陆续收到 江思思的信息 各自取餐 各自送餐 很快 到了下午两点左右 电话也消停了许多 中午的订餐 大概在六十分左右 晚上不出意外 应该只多不少 那这一天下来 也就是一百二十分左右 刨去成本 也就是二百四十左右 这也算是个很好的开头 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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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五毛五毛的 送餐费啊 好多个五毛啊 我觉得我要发财了 来了呀 顾大美女 嗯 今天还是一样 带我上大分 好说 这个给你 你都请我喝水吃零食了 再让你冲王费 多少有些不合适 我昨天给你冲王费 也不用我花钱啊 这不是还赚五百了 拿来吧你 嘿嘿 陆里 陆陆续续 还有一点点 我去送好了 你们先买 行 也不多了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走吧 也不多了 剩下的交给冬子 随后两人便开始了峡谷之路 还是那句话 游戏时光总是短暂的 饭点了 要忙啊 要忙 嗯 走了 走得可真快 算了 还是叫上好姐妹来陪我 你们俩在忙吗 咋恒星陪陪我 和中午差不多 饭点时 两人收到江思思短信 便各自开始忙活起来 来回穿梭网吧 和餐厅之间 大约到了晚上九点 订餐电话也少了许多 陆里 等等我 我马上五毛 嘿嘿嘿 你在笑什么 我今天送的比你还多 有好多五毛啊 一子 你可真是义父的好意思啊 嘿嘿嘿 好了好了 接下去陆续还会有一点点的订单 你来解决 完了早点睡 明天咱们继续 OK 刚刚听顾言打电话 叫了两个朋友来陪他玩 就多带了两份餐给他们 上去看看情况 也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 就随便带了 谢谢你 帅哥 谢谢你 小龙 古叶 最不会是你为爱朋友吧 别瞎说 吃你饭去 陆续 一会你还要忙吗 不忙了 怎么了 那一会唱歌去 唱歌 还以为这妮子要让我上号 没想是去唱歌 我刚才也问了表哥 他跟我说你弄了个订餐服务 估摸着你也不是只弄我表哥这一家网吧 如果你要帮忙的话 我让我表哥和其他网吧老板说一声 嘿嘿 这 那就谢谢你了 唱歌去 以后要去哪家 我去订个包厢 不用你订 就去钱贵吧 我也跟钱贵老板说过了 这妮子轻挠淡写的一句话 叔叔给我震惊了 好歹我也是穿越回来的 他的思想在这个时候也算是前卫许多 至少知道我在他表哥这里也只是个开始 后面陆续还要找别的网吧合作 才能做大做强 这顾言得好好抓住 对我帮助挺大 行 那就去你说的钱贵吧 唱歌唱歌 今天大概卖了二百四十份 陆续可赚了不少呢 这样下去的话 陆续就有钱娶我了 几人一同来到了钱贵 顾言的两个小姐妹 就兴奋的跑去了点歌台点歌 点的歌大多也是本期和时下流行歌曲 能喝吗 来 干了 陆续你是今年刚毕业吗 是啊 再过两个月就要去上大学了 你呢 看你感觉跟我差不多 我们同一届的吧 没有 我初中就没读了 你初中就没读 一般初中会辍学的 要么自身原因 要么家庭原因 就在陆续想继续说下去 见顾言没有要继续说下去 陆续也讲得多说 帅哥 你来藏银松吗 等会等我几小姐妹聊聊天 都是你载聊 我决定我都要吃醋聊 随后 陆续便去点了首 许松的卢周月 就唱了起来 爷姐 这是你来的朋友吗 咱们都没听你说过 对啊 对啊 你都没跟我们说过 昨天才认识的 打游戏挺厉害 啊 昨天才认识 你就请他唱歌 还以为是你来的朋友呢 昨天才认识 就不能请他唱歌了 我们不也是这样认识的 哎呀 我们可是好闺蜜 哪能一样吗 随着陆续一曲完毕 也走到了众人面前 差不多了 我该回家了 明天还是要跟今天一样 会比较忙 我在这里发现石油 我这里有石油 我在这里发现石油 我这里有石油 陆续 你在干嘛呢 嘴里喊什么石油石油的 没有没有 我喊得完呢 王哥 阿里 你和妍妍认识 你昨天才刚认识的 我听了妍妍跟我说的事 你准备再其他网吧 也搞这个定餐服务 让我帮你说个话 王哥 不用这么麻烦的 我自己 哎 没啥麻布麻烦 这还是妍妍第一次求我办事 我这个当哥的自然不能拒绝 昨天我也观察过了 你这个定餐业务 还是很有搞头的 而且确实也能够提升网吧的客流 既然是这样 我和其他网吧老板说一下这件事 也没有什么难度的 王哥 这种小打小闹的 他们也未必看得上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欠我什么人情 王哥 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可不跟你客气了 瞧你说的 你哥我像那么小气吗 妍妍从小就命苦 没什么朋友 难得认识你这么个大学生 以后你有空 替哥多陪陪他 你小子人品 你哥我还是信的 总好比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好 别的都不怕 就怕这孩子误入歧途 他也喜欢打游戏 那你有空就和他打游戏 以后在网吧上网 也不用给网费 想吃神就吃什么 想喝什么 就自己打 只不定还能成一家人呢 那我可就不跟王哥客气了 顾言很仗义 要不是他 我还不知道 跟其他网吧要怎么展开合作 这也算是他帮助了我 王哥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他误入歧途的 好小子 我就知道我没看过人 哥哥信的 你放心 跟其他网吧合作的事情 哥哥给你去说 阿里 你家里有没有厨艺比较好的新人 后续合作的网吧多了 你跟饭馆合作可能不太合适 我建议你们自己人开个小饭店 几个网吧加上饭馆的其他客人 足够支撑起这家饭馆的销量 再有 等你上了大学 这件事情 总得有个人能接受过 总不能你上学了都不管 让别人摆减这便宜 王权这话 说到了陆离星盘里去了 他本来就有这方面的打算 只不过在刚起步阶段 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付诸行动 如今有了王哥从中帮忙 省去了不少麻烦 这件事情可以着手准备了 王哥 你这话倒是给我说点上去了 我也有这准备 而且合适的人选 也已经想好了 行 你小子倒是一点就透 哥哥的眼睛还是很毒辣的 哈哈 在王权的帮助中 陆离的订餐事业 也很快上了正会 如他所言 网吧老板们并不在乎 订餐业务从中获取的抽成 只图这业务能增加点人气 如今王权又开了口 大家也乐意给他卖得好 随后的几天下来 陆续签订了订餐协议 陆离也没有心安理得的 享受着这一切 抛光小金库了 给王权买了条滑子 王哥 刚好你在哪 哟 阿里来了 来就来 还带什么东西 你小子人情世故 倒是拧了很轻嘛 不过人家大老板 可没空陪你吃饭 你就安心创你的业 顺便帮人家 网吧卫生搞好 这个拿去 阿王哥 这么快吗 你可真是我亲哥 谢谢王哥 我现在就回去 把饭馆的事 去给家里人说 嗯 尽快落实了 把后续要扑的路 安排上日程 快去吧 就这个 耶 我的猛中情侠 长城 我的猛中情侠 来吧 长城 阿里 你来了 你在玩什么 整的这一处 差点给摔了 嘿嘿 阿里 晚饭吃了没 没吃姨 给你做点吃的 张姨 我在外面吃过了 想跟你商量的事 什么事 你还特意这么晚过来 有什么事 你直接跟姨说就行 还商量 来 坐下说 嘿嘿 张姨 是这样的 我和思思已经高中毕业了 之前都是你在家陪着我们读书 现在有想过重新找个工作 找工作 是有想过 前些天我还和思思他爸聊这个事 计划是等你们上了大学 就在小区的菜市场租个摊位 卖卖菜 张姨 那不你开个饭店吧 也不用很大的门面 就在小区门口就行 开饭店 阿里 姨的手艺在家里给你们两孩子做一做 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要开饭店 一怕外面的人吃不惯 以后就不来吃了 张姨 不瞒你说 这几天 我和附近的几家网吧 谈好了定餐服务 我大致算了下 一共五家网吧 平均一天的需求 大概在五百分左右 而且我们做的饭 也不是很麻烦的菜系 普通盖焦饭就可以 而且以张姨的手艺 网吧那些人 肯定是吃得惯的 妈 这两天 我都在接电话的原因就是 阿里弄的这个定餐服务 而且只有一家网吧 现在和其他网吧合作了 量就会更大 张姨 一份盖焦饭去掉成本 利润大概在四块到五块之间 也就是一天的利润在两间网上 再去掉租金店铺 以及送餐人员费用 一个月利润不会低于五万 网吧 定餐服务 一个月五万净利润 那一年下来 岂不是要六十万 要知道 他们全家的收入 一个月也才五千不到 结果阿里突然就说 他们一个月能赚五万 足足翻了十倍 阿里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骗子了 你不是不信你 只是这么好的生意 你说谁会放着不做 让别人做 妈 阿里说的是真的 我去拿账本给你看看 阿里 你现在脑子有点转不过来 你和思思在家里待一会 我去找一下思思他爸 商量下这个事 阿里 我听说男生有钱就变坏 你这么能赚钱 是不是以后也会这样 我看你跟你妈妈一样 都有点不信 转头就问我 男人有钱是不是就会变坏 我不管 你快说 快点说 讨厌 你 打你 打我们 江副将母推开门 就往桌子上的记账本走去 江副听张雪讲了此事 马上放下了数损 赶了回来 看了记账本过 和陆里聊得起一些细节 把来龙去脉了解清楚过 看陆里的眼神 也不如多了一丝心声 和张雪一样 陆里也是他看着长大的 自然清楚他的性命 绝非跳过来 心理谈算后 便决定把这个店开起来试试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 就相对简单许多 选址 然后和各家网吧负责人联系 再确定各方面的细节 至于感谢的话 两家人几十年的交情 这种话完全没必要提出来 毕竟谁不知道 以后两家就会合为一家 后续几天 陆里变得忙碌起来 毕竟开饭店不是一件小事 而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他准章的 自然离不开他的身影 再加上每到饭店 他又要去给恒星网吧送餐 所以连带好几天 他都抽不出控陪顾炎打游戏 而顾炎也表示理解 并且提前助他生意兴隆 就这样 一直持续到了七月初 由陆里主张的新店 正式开业 名为 江济家产生 订餐业务不入正轨 陆里也逐渐抽身 主要负责经营方面问题 而接电话送餐等业务 主要也交给了江母和张东进行 有了送餐小队后 张东也只要负责分配人员等 又是一天清晨 晨练后的陆里来到了恒星网上 刚一进门就看见了大厅里 戴着耳机将键盘敲得飞起的故言 又通宵了 吃饱了 吃饱了 陆里 不 现在是不是应该叫陆老板了 别别别 你可不要拿我打去 行 如果你想说什么感谢的话就不必了 来陪我打回游戏吧 之前和你配合习惯了 这几天遇到的队友群是坑 害我掉了好多分 那必须的 这两天筹备店铺 也没好好跟你玩游戏 陆里也没再多说什么 剿情的话 去把台开了台机器 陪顾言开始在召唤市峡谷摸游 游戏时光总是短暂的 不知不觉 便来到了上午十点 此事天空不作美 突然 而西城这的天气总是这样 暴雨来的迅速 没有特别的地方 这狐狸们干嘛呢 阿林 下雨了下雨了 走 走哪里去 走去看雨 看雨 走 快点 快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顾言 你这是干嘛 昨晚才通宵整年没睡 现在还淋雨 赶紧回来 雨下大了 陆离好心劝了一句 可是顾言却不为所动 依旧保持这个姿势一动不动 脸上的神情看起来似乎还有些强热 眼见情况有些不对劲 陆离也顾不得其他 赶紧冲了过去 拉住他小体道 你怎么了这是 淋雨很容易生病感冒的 生病的多好啊 躺床上眼睛一闭一睁 就是一天 也不用想那些烦心事了 陆离 你也试试 这个姿势很舒服的 来吗来吗 试试 两人就这样一步一诱 张开双臂呆呆地站在眼下 这个画面若是被唐人看起来 只不定要吐槽一具神经病 怎么样 感觉是挺奇妙的 是吧 每当下雨的时候 我都喜欢这样 要是每天都是下雨天就好了 陆离默默听着 也不知道这姑娘到底心里的什么 何至于这么对待自己呢 就这样 过了好几分钟 就在陆离准备暴力 将这傻姑娘拉回去的时候 顾炎突然拉住陆离 一起往回走去 不好意思啊 让你陪着我一起发疯 好了 我们打游戏去吧 还打游戏 你现在应该做的 不是赶紧回家洗个热水澡 然后好好睡上一觉吗 不嘛不嘛 你陪我去打游戏好不好 健壮 陆离也只好作罢 好去吧台给他倒了一杯热水 果然陆离刚到顾炎身旁 就看见顾炎一动不动的趴在桌子上 顾炎 走 我喊王哥 一起送你去医院 不要 回 回家 陆离无奈 掺扶起顾炎一起往门口走 你家里有感冒药吗 有 屋外倾盆大雨 这个时候滴滴打车还没 陆离只能到陆离 你家在哪里 上景城 上景城距离网吧并 大概在十分钟 驻驻车是到了陆离下 陆离加快脚步 快速将顾炎动静调 你的感冒药放在哪里 顾炎有气无力地告诉陆离从方位 旁边的那个小盒子里 陆离急匆匆将药品取出 马上去厨房烧了些热水 钻到顾炎身旁 可顾炎倒是吃完 要便马上跑下睡了过去 不管陆离怎么叫 都没法 年轻就是好啊 倒头就睡 可感冒发烧的病人 最好先用热毛巾擦拭一遍身体 但在情况下该怎么办 他一个大男人 趁着美女发烧躺床上 竟然退去女人医院 用热毛巾擦拭 顾炎 我这也是偷不得已 你可是我大男人 可不能让我看着你感冒发烧 还无动于衷啊 做完这一切 陆离伸手试了下顾炎额头温度 发现烧已经退了许多 便起身到厨房熬了些姜汤 并留下了一张纸条 放在旁边 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让这么一个花级少女 如此盘你的性格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今天是去学校填报志愿的日子 上个月25号 高考分数就已经出来了 和前世没有差别 陆离和姜思思都考虑了自己理想的成绩 初中高中都是在一起的 我不想上了大学就和你分开 谁知道你上了大学会不会 思思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听我的好不好 你要是不想跟我分开 你可以去精灵或者魔都 这样我每周末都可以去看你 两人就这样一路走着 陆离边走边安慰着姜思思 到达班级内 老班周振国早早就来到了教室 给同学们分析着美术学校的利益 不多时 她来到姜思思面前 笑道 姜思思 这次你高考发挥的很好 想好要选择拿索大学了吗 苏州大学 周振国一经 陆离赶紧应报 老班 姜思思跟你开玩笑呢 是我要报考苏州大学 在老班的苦口婆心下 姜思思还是选择了精灵大学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 姜思思开心不了力 此时 一位大大咧咧的女生 叫陆离 陆离 可以帮我留个言吗 当然可以 你 你 你明天有空吗 我们一起去游乐园玩吧 此话一出 整个教室瞬间安静下 明天啊 明天我还有事 要不过几天吧 过几天我请你 去游乐园玩 我还没去过游乐园呢 经过刚当的一个小插曲 两人也填报完学校 一同往家走去 很明显 姜思思一路上都不开心 姜思思突然转 思思 你没事吧 阿黎 我后悔填报精灵大学了 不是 思思 刚刚那个吴素素同学 就不说了 上次和你在网吧 一起上网的女生 她还为你吃东西 哪有 她只是把东西递给我 今天敢递给你 明天就敢喂你吃 陆里也知道 再这么说下去 绝对会越解释越乱 现在是约你逛游乐园 以后那些学姐 还指不定约 现在你是本姑娘的人了 我会对你负责的 经历这件事后 姜思思向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 每天在陆里身边转扭 也是因为陆里 现在可以当了甩手场棍 又是一天清晨 陆里在晨练后 到了网吧 看见网瘾少女的 还是一如既往的 在熟悉的位置 便坐了单 开始了召唤师霞骨针 一盘游戏结束后 陆里 明天你有空吗 明天应该没啥事 那你陪我去一个地方好吗 对于陆里的邀请 陆里也没过多考虑 点点头后 便在游戏客户端内 给好友艾哥发去了信息 你好 请问有带恋一下吗 如果有 请加我callcall 游戏虽然好玩 但陆里也没有忘记正式 此时陆里也在看着陆里的动物 阿里 你要做带练吗 嗯 是的 只是我做的是中间商 介绍生意给打手 让他们去打 我负责接单 排单 那我帮你 你帮我 是啊 我加了几个游戏群 估计他们会有人需要吧 说着 顾炎已经打开了自己的callcall群 发送了相关信息后 没一会 就有好几个人私聊了 那我马上发下整理的价格表 和排位截图给你 两人一个负责发信息 一个负责灵气打 一单接着定单的 顾炎 今天 哎 我们是朋友吗 是啊 那朋友之间 就不要说感谢的话了 记得明天来找我就行 顾炎和陆离约定的时间是很长 所以陆离也就早早地休息 到了第二天 陆离按照约定 早早就跟陆离约定 说吧 今天准备去哪 不舍命陪君子 这段时间 陆离感觉顾炎的笑容 似乎多了起来 不像刚刚遇到时候 一脸心事重重 两人回来时 只见陆离手上大大小小的带你 拎着气巴 好家伙 你这是让我来当苦力来了 怎么 不愿意啊 一会请你吃饭补偿你 那感情好 难得尝一下顾大厨的手艺 今天算是有福了 说吧 两人也往顾炎家走去 只不过陆离心中 还是有信心 昨天突然问我有没有空 结果就是请自己吃饭 很快 顾炎做好菜 随即也坐下 顾炎 你该不会就是为了 请我吃个饭吧 文言 顾炎也没有隐瞒 也没什么 今天我生日 就想让你来家里 陪我吃个饭 热闹些 怎么没早说 蛋糕没准备 礼物也没准备 不用啊 我又不缺什么 你能来我就很开心了 来吧 祝我生日快乐 见此 陆离也没多说 便和顾炎吃了起来 期间两人 也聊了起陆离的高中生 酒足饭饱后 顾炎起身去了卧室 拿着一张银行卡 走了出来 将银行卡放在陆离前 顾炎说道 陆离你好像很缺钱的样子 又是订餐 又是带链 你要是缺钱的话 这里有一点 你先拿去用 眼前这一幕 让陆离 本来就有点晕得脑子更晕了 姑娘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我孤大美女 竟然是富婆 阿黎 里面有五十个 你先用着 反正我放着也是放着 什么 顾炎 你真不怕我 拿着你这些钱跑路了 不会啊 我们是朋友 我一点也不怕 哦 对了 立马是 认识一个月的女生 转身就给了我一张五十万的银行卡 还说这张卡 对她来说不重要 放着都吃灰 顾炎 为什么呀 没有为什么啊 我平时也没有花钱的地方 这张卡放我这里一直没动过 倒不如把它用在正途上 我才跟你认识一个月啊 真不怕自己提供跑路啊 阿黎 你知道吗 从小我们家就特别穷 我们家一共有三个孩子 我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 父母从小就特别宠弟弟 有好吃的都留给弟弟吃 我和妹妹只能看着 有时候明明是弟弟闯错 爸妈就将责任怪在我和妹妹头上 只要我和妹妹有挺过错 就是被爸爸拳打紧 想时候虽然苦 但日子还过得下去 直到有一天 妹妹被检查出了心脏病 明明有机会救她 可是那高昂的医疗费 就这样 父母就将妹妹带回了家 选择药物治疗 而不是手术 如果是弟弟的话 父母一定会不顾一切去救她吧 看着顾颜 欲言幼稚 轻轻拍了拍顾颜肩膀柔胜道 顾颜 今天你生日 别说这些伤心事了 没什么好伤心的 都过去好多年了 顾颜抬起头 冲着陆离 扬起一个甜甜的笑容 可这笑容 却让陆离怎么看怎么揪心 陆离 我们是朋友吗 对 我们是朋友 陆离坚定地说出此话 顾颜也将卡片 再次递给陆离 陆离没有拒绝 毅然决然地收下卡片 见状 顾颜便开心道 密码是 随后 陆离便与顾颜 说起带链的订单需要的话 便离开了顾颜家 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会把所有订单 拍发解算后 要给顾颜去买个礼物 因为饭店江副江母在照看 江思思便都是一人在家 看见陆离 立马撑上去 但还没得逞时 陆离手机扣扣更响起 老板 昨晚的订单都已经完成了 见此 陆离没有犹豫 检查订单后 立马给打手们 进行了第一次结算 看到转账信息 打手们兴奋了起来 老板 还有单子没 我现在满状态 每个月订单最多的打手 可获得额外 一百元 三百元 五百元奖励 都给爷卷起来 思思 我还得出去一趟 你要是困了 早点睡 入夜 上井城 顾颜抱着膝盖坐在沙发上 陆离在的时候 表现得很坚强 可只剩自己一人时 那孤独感 便如潮水般袭来 忽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陆离 你怎么来了 今天你生日 难道真让我厚着脸皮 白蹭一顿饭 什么礼物也不送呢 哪来的你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看你平时抽烟 就给你买了大白兔奶糖 想抽的时候 吃一个糖 就不那么想抽了 我就不打扰你了 先回家去了 听着陆离真挚的语言 故言感到 还是头一次有人劝自己戒烟 打开包装尝了一个 好甜 不如八月 陆离和江思思顺利拿到嫁照 二人心情大好 江思思便提议去下个馆子好好庆祝 陆离自然不会拒绝 如今订餐业务 已经交给江副江武 每月可以做等分红 但念也有客服对接 自己倒是闲了下来 思思 我觉得明天就去一趟苏州了 距离开学也就一个月 我先提前去苏州看板市场 规划下一步 有了顾言借的五十万 加上这两月赚来的十来万 在这个年代 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我跟你一起去 我还不知道 你那点小心思吗 你能拒绝我吗 小样 看姐怎么拿捏你 嘿嘿 饭后 二人便一同回家 但进门后 就来了个猝不及防的信息 妈 今天怎么这么早回家 思思 明天你表弟十周岁生日 明天我们全家人都要一起去 啊 她没事过什么生日啊 你这丫头说什么话呢 明天你可不能乱跑 别到时候找不到人 点点头 将思思转身就进了房间 思思今天怎么了 难道是和阿黎闹矛盾了 阿黎多好的孩子 思思是不是欺负他了 啊 啊 啊 气死了 气死了 啊 阿黎 明天我表弟生日 我要和父母一起去姑姑家 不能陪你去苏州了 嗯 还有这种好事 啊 你说什么 没 我说你不能陪我去 多可惜啊 我自己去几天就回来 不能耽误你 去给表弟过生日 你是不是嫌我烦了 不想我跟着你一起去 好啊 陆梨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过去你房间 别 你长这么好看 但在身边多有面子 我怎么可能不愿意你跟我一起啊 好厉 在陆梨的三寸不然之舍下 将思思还是妥协了 次日清晨 陆梨一人来到车站 上了车便坐到位置上 对于苏州 陆梨倒是一点点认识 前世经常不得上车 车子到达后 陆梨便马上转到地铁 由于地铁站 还需要二十来站 陆梨便趁着这个时间 有个叫 等起来时 发现身边正坐着一个女生 第一眼看到这个女生 感觉并不高 反而给人一种萌萌的感觉 也就一无一无左右 陆梨下意识看了一眼她的手机 目光就再也移不开了 为什么要分手 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你答应我会保护我一辈子的 小妹妹 你这又有什么用呢 只会让对方觉得你更廉价罢了 说着 陆梨就上手在手机屏幕上 打出了两个字 分手 眼前这个人才刚睡醒 反手就在别人手机上打出分手 不要你管 不要你管 不要我管我也得管啊 毕竟这个事情我也有责任 陆梨自然是不会一走两 对不起啊 你这让我想起我好兄弟未来的遭遇 要不我请你吃饭吧 车厢这么多人看着 小萝莉也有些害羞起身 就往车厢外走去 陆梨迈不跟上 你说的 要请我吃饭的 不会反悔吧 对 你随便点 没想到还是个小吃货 一同步入一家小饭馆内后 陆梨笑道 你随便点 不用给我省 刚刚对不起啊 我实在没忍住 我看你的样子 好像才刚刚上高中吧 话音刚落 小萝莉抬起头 买凶买凶的说 谁小美眉 我今年都大三了 啥 大三 你认真的 怎么 不信啊 小萝莉拿出自己的学生 正点 还真是大学生 而且还是自己的直系学姐 哼 这下信了吧 信 可是你的打扮 给人感觉比较可爱 分手也不是一件坏事 再说了 你这么可爱 害怕没人喜欢吗 这一名我的个子 明明二十岁了 还顶着个卫生年面孔 还有这打扮 纯纯萝丰 以后再谈男朋友 某时候 会不会有深圳的负罪感吗 长这么大 谁都说我可爱 小时候也就罢了 可是我现在都成年了 他已经把我删了 对不起啊 我真不是 洛黎真是白口难辨 你说这是闹的 其实我也不喜欢他 他追了我好久 上个月 我才答应试试 看和他相处 结果才第一次约会 他就想拉着我去 我不同意 他就好几天不理我 昨天就发现 他和其他女生在一起了 洛黎本想继续开组 服务员刚好来上菜 小萝丽也没继续说下去 把悲愤为食欲 还是嘎嘎训饭 谢谢你请我吃饭 女人还怪好嘞 那我就先走了 应该的 你去啊 要不送送你 我去找他 为什么还要去啊 他还欠我两千块 这可是我上个月 做了一个月兼职 才赚来的 现在把我删了 我只能当面找他要 等等 感情你刚刚是因为他 还没还你钱 你生气啊 算了 好人做到底 我陪你一起吧 这可能也不好要的 嗯 那谢谢你啦 要回来 晚上我请你吃饭 出了餐厅 萧云生躲在前 陆离跟在后 大约十分钟后 萧云生带着陆离 来到赵凡出租屋台 敲了敲门海 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我知道你在家 开门 开门 因为天气比较炎热 陆离想了想说道 我们为什么不去 小区门口咖啡馆等他呢 他要是两个小时回来 我们要在这干等两小时吗 好像是哦 来到咖啡馆 陆离也不好意思不消费 就点了两杯饮品 和张思思发起了短信 闲来无视的萧云生看着陆离 陆离被他看得不自在 问你 你老这么看我干嘛呢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陆离 哦哦 陆离好 看你年纪也很小 高中毕业了吗 毕业了 再过一个月 我就是你学弟了 啊这么巧啊 你以后要是在学校遇到什么事 就把我名字 我照着你 两人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忽然 是他 陆离还没反应过来 萧云生就消失了 陆离追了什么 本以为能这么干的 都是帅小伙 没想啊 标准这么低吗 云生我们都分手了 你来找我干嘛 还钱 还什么钱 我什么时候欠你呢 上次 你说你家里突然有事 然后我给你两千 是啊 你都说了 是你给我的 我没主动为你借吧 既然没借 那我还什么 这副模样 让萧云生气坏 你你你 无耻 陆离在一旁看着那 萧云生我以为你多纯洁呢 我们上午分手 你下午就找了个新男朋友啊 不是哥们 陆离还想说话 见云生拉住陆离的手说的 是啊 这就是我新找的男朋友 你你刷一百倍 不你根本和帅不沾边 萧云生也不说 自然清楚这情事要不回来 萧云生你还有试围 没事我走了 下一刻赵凡身边的女人 想陆离 你有事 帅哥 要不要加个联系方式 你不是赵凡女朋友吗 你想干嘛 我不喜欢坐公交车 三人都不明白陆离说的什么意思 赵凡看不下去了 想说话时 被孙岩打断 你别多想 你给我买了个手机 我跟着你两天 就算两清了 说完 用字条写了电话给陆离 自顾自的走了 等孙岩离去 萧云生忍不住了 哈哈 赵凡 这就是你新找的女朋友吗 赵凡尴尬的说不出一句话 灰溜溜的离开 等两人都离开 萧云生就好奇的问陆离 陆离 这个女人刚刚跟你说了什么啊 还有什么是公交车 公交车呀 就是一次性 有很多人做过了 骂也骂了 气也消了 萧云生心情似乎还不错 学弟 那我们现在去哪 去哪 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走了 有人再见 你礼貌吗 你礼貌吗 经历了这么个小插曲 陆离总算到达酒店 刚到房间 准备脱个衣服洗澡 思思 阿黎 你在干嘛呢 刚定了个酒店 准备去洗澡 陆离将早上发生的事 告诉了江思思 结果这电话一打 就是一中午 本想中午去学校逛一逛 看看市场 早上经历这么一查 中午又跟江思思通电话 陆离便先休息一晚 睡醒后的陆离 打起手机看了一眼 瞬间觉得大事不妙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思思 阿黎 你在哪个酒店呢 电话也不接信息 也不回 我才刚睡醒 怎么了 酒店定位发给我 还有房间号 这语气来着不上 行 我发给你 这不会就冲过来了吧 先洗漱 今天要去校园周围 看看市场 来了 来了 思思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吗 能 怎么不能 先进来说 你不要过来啊 思思 你饿不饿呀 我们去楼下吃早饭 饿坏了 最后的内容你们不爱看 就不给你们看 阿黎 离开学还有大半月呢 你这么早来做什么 先熟悉一下环境 顺便找找赚钱的门路 思思你一大早就来 你爸妈知道吗 我当然跟他们说过了 听妈妈说 店里生意可好了 还有你的游戏带恋 还不够你忙吗 这些都是小打小闹 多赚点钱 以后才好娶你啊 切 油嘴滑舌 就算没钱 我也会嫁给你 傻瓜 快吃 吃完陪我去一趟 证券交易所 对于金融股市 陆离还是颇有心得 前世在江南大学 所需的专业就是金融 之前没把注意力放上面 是因为没有足够货金 如今兜里 快着60万 自然不会放过 2012年的A股市 就像一股情节 跌荡起伏的大费 1月2月 大盘强势上涨 个人涨势起 投资者信息倍增 但是进入三月 就像过山车 五月无疑是 全年行情的重要 在此后 长达七个月时间内 A股一直应不止 前世和老师分析过 ST刺卡股票 会在八九月一飞冲天 手上这六十几万 大部分还是顾炎的 可不能太过莽撞 必须稳着来 业务员提着电脑 来帮助陆离开会 注入资金 不出意外 ST刺卡在八月会发力 两个月后 60万的本金会 一月来到200万 江思思看了一眼 陆离的账户 阿黎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这一下子投资进去 万一亏了怎么办 陆离笑着道 没事 大不了卖身还债 江思思却捕捉到了 话语中的关键信息 你之前问女人借的 陆离也没有隐瞒什么 毕竟自己和顾炎清清白白 便把来龙去脉 告诉江思思 出于女人的本能 江思思感受到一丝危机 但是在这个场合 并不能发作 好了 别乱想 等我赚了钱 再还点她旧事 你都在苏州了 我们去转一转 我不去 我要打游戏 打游戏 打什么游戏 俄罗斯方块 还是贪吃什么 我要玩英雄联盟 你叫我打就行 陆离也是无奈 只能带着江思思去了网吧 黑色玫瑰服务器下 各自创建了新角色 看到江思思 在创建游戏名称时 阿黎是大坏蛋 思思是美少女 期间也发现 江思思在游戏方面 也不有天赋 江思思目的 也想着自己会熟悉了以后 所以帮助陆离 一起照看赛电业务 时间飞逝 到了网上 我现在算是理解了 为什么你和张东打游戏 一打就是一天了 走吧 我都开始饿了 你又饿了 二人一同前去酒店 吃过晚饭后回到房间 后面的剧情 你们还是不爱看 还是不给你们看 经过了一晚上的训练 陆离身体像是被掏空 想着这来都来了 也不能乱都不去 便拉着江思思 一起去了园林 和景区游玩 一起玩到了中午两点 一同回到了西城 回到西城的生活 也没有掀起什么波澜 只是江思思 帮陆离家跑的大平坊 期间 陆离也把江思思 拉进了扣扣群 来负责对接采访 同时也让两个客服小姐姐添加了 至于备注 当然是老板娘啊 至于是怎么让陆离备注 小伙伴可以自行脑补 就不多叙述 ST此卡不出意外的连续上涨 现在手上的资金 也成功在九月之前 突破了七位数 八页 恒星网八 阿琳 恭喜你啊 再过几天你要都理了 没有你一起双排 也很难达到这个分数 对了顾岩 后天我就开学了 明天我就要去苏州 以后可能没法跟你网八二连做了 文言 顾岩脸上笑容肉眼可见的消失 随机又笑了笑话 嗯 我知道了 看着这个表情 陆离也很不适滋味 他真的把顾岩当成很要好的朋友 不仅仅是恩人以及债主的关系 相信顾岩也是如此 行了 再陪我玩两把吧 四日 天气晴了 陆离一大早就收拾了自己的行李 也就一些换击衣服里东西并不 思思 你准备要移民啊 这么多东西 女孩子很麻烦的好不好 此时江府爷走了过来 阿琳 要不要伯父送你去学校 不用了 一会儿我和张东一起过去就行 也就开学报道 没这么麻烦 我给张东打个电话 一起在店里吃个早饭 东子 你来店里 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学校 阿琳 我懂 不用你说的 你不懂 我跟你说 你要保证不看别的女生 要记得想我 无时无刻都要想 每天晚上八点 必须给我打电话 有事提前报备 干嘛不说话 好啊你 现在就开始嫌我烦了是吧 是不是恨不得现在就去苏州 哪有 我发誓一条不落 十点 陆离和张东在高铁站和江思思一家分别 江思思那叫一个社部的 一步三回头的模样 张东说道 陆离 你终于自由了 这下可以放心浪起来了 走吧 捡票去了 习惯了他陪伴在身边的日子 暂时的分别 是为了更好的重逢吧 西城离苏州并不远 半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 张东和陆离并不在一个学校 聊了两句就此分道扬镳 人群中陆离找到了汉语专业报名 还没等陆离开口 同学 你是汉语专业的新生吗 是啊 那你填都表格 学姐带你去宿舍顺便领取军训用品 徐云 你下手挺快啊 这一上午才看见一个长得帅的小学弟 你就自告费勇啊 那学弟 姐姐带你去 姐姐可对你们男生宿舍很属性哦 说着就领着陆离往前走去 有了学姐带路 报名流程倒是轻松不少 学姐 辛苦你了 有机会请你吃饭 闻言 徐云立刻回到 我今晚就有空 姐姐 我就客气一下 至于吗 徐氏觉得自己表现太过直接 徐云微笑 好了 跟你开个玩笑 估计今天你们新生会很忙 学姐已会还有事呢 加个联系方式 以后你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来问我 加个联系方式而已 陆离也不觉得有什么 也就没有拒绝 来到宿舍 另外三个室友已经到齐 见陆离进来 其中一人立马热情情 哥们 就等你了 我叫陆离 来自隔壁的西城 不知道各位兄弟 都是哪路神仙 几人就这么相互之间介绍起来 陆离也得知 年龄最大的叫刘小庆 来自安徽 第二叫林康 苏州本地人 陆离自己才第三 年龄最小的叫林飞 她和林康是本家 来自湖南 介绍后 气氛就有些冷场 陆离开口 我发现 苏大的学姐 长得可真不赖 果然 一下子打开了话锡 谁说不是 刚来领我报名的学姐 就很好看 听她伙伴说 好像叫什么 徐云 可惜没要到联系方式 好家伙 我这要是说 刚刚那个学姐 主动找我要联系方式 会不会被围住 入学第一天 陆离了解了三人后 也加入了大本 短饭接触 这三人给她的印象还不足 放完五点左右 陆离跟着刘小庆几人 准备前往食堂 就在宿舍楼下 这时学姐还是新生啊 这也太美了吧 比电视明星还要好看 老刘 赶紧邀个联系方式去 别 我还没缓过来 这种级别的女生 看一看 仰仰眼就好了 三人说得起劲 陆离却懵了 揉了揉眼睛 大步挡得过去 你怎么来了 我还不能来吗 不是应该在学校报到吗 报完了 爸妈中午就回去了 正好我下午 没事就过来找你了 说着 就将手里的袋子 递给陆离 那明天军训 你别粗心大意的 这里是一些防晒的护肤品 还有一些花露水 记得图 别晒黑了 不是 等等 你就特地过来送这个的吗 之前在家怎么不给我 而且我这也能买呀 笨蛋 颠了颠脚 将思思响声说道 想你了呗 我们才七个小时没见面 我知道了 你这是来宣誓主权的 江思思啊江思思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还这么有小心思呢 此时 刘晓庆等几人凑了过来 陆离 这是谁啊 文言 江思思抬起头来 你们好 我是陆离女朋友 三人一惊 一个嫂子好 一个弟妹好的 江思思思脸上的笑容更明显了 陆离 我家老母鸡生了 我要视频通话去 先走了 陆离 我家公鸡也生了 我妈喊我视频通话 先走了 陆离 我 我 我家公鸭搂着母鸭腰 拍了照片给我看 我回去看看 先走了 阿黎 你不带我在学校逛逛吗 你那是逛学校吗 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你 两人就这么一路逛一路聊 最后到了半边湖 看着景色发呆 时间慢慢流逝 眼见天色也不早了 思思 我送你去车站吧 不用了 我叫个出租车就行 我怕到时候又舍不得走了 最终 江思思还是在陆离的目准下 离开了俗中 回到宿舍 不出意外 被摄友围住 陆离倒是没隐瞒什么 直言江思思是自己的青梅竹马女朋友 几人问了陆离一些你能想到的话后 便起身前往班级开会 新入学第一节课 基本都是同学之间相互认识 自我介绍了 我们班的女生是真好看啊 刚才看了一眼 刷过去 看到不少漂亮的呢 其余两人也是连连点头 至于陆离 毕竟某个人已经提高了他对美色的预值了 一般小美女还真入不了他的眼 就在大家低声讨论的同时 教室大门被轻轻推开 大学里的某个班级 一共就七个男生 女孩子们个个都水灵灵 这样的大学生活 你们喜欢吗 这么年轻漂亮 怎么会是我们班主任呢 这也太年轻了 寻生 陆离也抬头看去 讲台上的女子 估摸着也就二十七八的年纪 不过确实也让陆离惊艳到 同学们都到齐了吧 你们班主任还在魔度开会 今天由我来主持这个班会 先自我介绍下 我叫夏思青 是你们未来四年的辅导员 你们也可以叫我夏姐 你们班一共才七个男生啊 看来以后班级里的重火少不了你们几个 独苗苗累了 老师放心好了 你够重火交给我们就行 我经常锻炼 有的是利己 给一旁的陆离看呆了 你呀不是闷骚型 看见美女就是牛上呀 这个小插句倒是让班级的气氛 一下子快活许多 在此期间 陆离也清楚知道了班级里女生的信息 大部分来自江苏 苏州占据了一半 外省的并不多 约某十来个这样 男生就不提了 明天就开始军训了 我们班女同学比较多 如果有身体不舒服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还有明天晚上 戏里的文娱部会到 每个班级挑选有才艺的新生 参加迎新晚会的节目排练 如果被挑选了 是可以不用绝训的 记得保存下我的号码 然后加班级群 以后有什么事情 直接群里交流 第一堂课也就这么告一段落 大家也都陆续地看 陆离我查到了 查到什么 我们补导员信息啊 你查这在干嘛 好奇啊 难道你不好奇 我看了论坛 我们补导员去年 才毕业的研究生 而且好像没有男朋友 嘿嘿嘿嘿 没有男朋友 跟你有啥关系 走吧 先回去吧 你礼貌吗 你礼貌吗 老刘 别查了 想想咱们有什么才艺 能脱颖而出的 要是能被选中 就不用参加军训 那就爽了 才艺 我一分钟能做50个俯卧称算吗 算啊 到时候 你就上台给大家表演一下俯卧称 是你的 好了 早点睡吧 明天还要军训 次日 几人洗漱用完餐后 到达操场时 教官也刚好到达 立刻让同学们开始了军训 由于第一天 教官也没有上强度 结束后已经是中午了 几人便前往石头 老刘 你有想好今晚报名参加晚会吗 我倒是想 问题是我没什么才艺啊 高中忙着学习 也没有报什么兴趣班 那你呢 陆离 应该会报名吧 你要参加吗 那你有什么才艺 唱个算吗 算吧 毕竟谁都能好上两嗓子 不过估计很难被选上 再说吧 能选上就好 选不上倒也无所谓 反正试试看 那我也试试看 我唱歌也还行 晚上六点左右 陆离和林康一同来到了北区活动中心文艺部教室 这个时候各新生也都在表演自己的才艺 陆离和林康走向报名处 学姐看到两个男生进来 也是笑着他去道 可以啊 今年总算有两个男生了 不像往年轻一色的娘子君 文言 教室也是一阵善意的笑声 也都打量着陆离和林康 小插曲后 文艺部的部长徐薇也来到了教室 接下来就新生们各自展示才艺环 陆离还没来得及欣赏 手机就传来了扣扣提示音 阿黎 我好烦啊 被学姐硬拉着来参加节目排练 说我这么长的腿不用来走秀 太可惜了 你这是在向我炫耀吗 哼 长不长你不清楚啊 我也在筛选现场呢 估计一会就到我了 不过你是内定 而我是主动报名 啊 你也要参加啊 是啊 我都不知道你有什么特长 我特不特长 你不知道吗 这句话后 好久都没动静 好一会手机才再次传来证据 刚才设友在旁边呢 完了 他看我的眼神不对了 这句话也是让陆离会心无笑 随着灵堂结束了才一指示 回到了陆离旁边 下一个 想起了徐薇不带情绪的声音 闻言 陆离也起身 往教室中间空地走去 同学 你准备唱哪首歌 我用手机给你伴奏 陆离也没有第一时间回话 而是看向了窗外 这时候 江思思应该也在沐浴同一片月色吧 想起她不顾一切的来到苏州看自己 陆离心里生起一丝怒意 学姐 我可以唱自己写的吗 自己写的 原创 听到这里 徐薇来了一丝幸福 对 自己闲来无事写着完的 名叫戒远 说吧 陆离也没有卖什么关子 清了清嗓子便唱了起来 高别了温柔香 去远方闯一闯 我明白你心中这香 山高雨水长 免不了跌宕 但愿你初心不忘 可惜一天隔离房 就借着的关 再与你对望 不管落魄风光 我都为你守望 就让这一块 把你的灰潮露照亮 有太多的花 与你难得 学姐 我唱完了 不是陆离 我说谁都能好 我是真好两句 你 你 你 没办法 不耍点小心思 还真竞选不上 徐薇和文娱部学姐讨论后 最终确定好通过的名单 陆离自然在领 不过林康则是遗憾落选 徐薇说 明天早上八点在这里集合 现在结散 离开活动中心 意外的看见辅导员 从北区走了出来 既然遇到了 自然是上前打个招 夏老师 是陆离和林康啊 你们被选上了吗 林康便说起陆离唱原创歌曲 那叫一个不开心 夏思青倒是对陆离来了信 落选了没事 好好捐训 陆离 老师很期待你的演出哦 说完 拿出两个苹果递给两个人 也就离开了 回到宿舍 陆离便快速洗漱后 躺下和江思思聊起了今晚的情况 江思思也是较为震惊 你不仅被选中了 还唱原创歌曲 二人就这么聊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两人也就睡了过去 来到第二天 陆离准时到达活动中心 参加排练 意外的是 还让陆离当上这次竞选上 六人中的小队长 但是陆离也没有忘记证实 这个地段算是距离校区最近 人流量比较大 娱乐购物大家都会优先来这 陆离再三思考后 决定还是在这里开个网咖 那面积肯定不能小 要和其他的网咖区分开 做好服务 先找门面 陆离就开始逛了起来 找到了两处加起来 有400平左右的店铺 这两个店铺打通后 大概400平 开一家网咖也足够了 目前手上资金是足够 但是不能全投进去 不然后续的维护就完全不够了 联系好店铺老板 交谈租金 签合同等事已搞定后 陆离便马上联系上王权 王哥 阿里 今天怎么想起来 给我打电话 大学生活如何 寒暄两句后 陆离便直入主题 200台高K电脑 10天左右要 王权估算后 告诉陆离 预计60万左右 随后也就是正常的问候 陆离也就返回学校 到哪里出手 陆离 顾言啊 好久不见了 哪有好久 才几天而已 陆离 你的手机号 是你支付宝账号吗 是啊 陆离不明所以 等回答完 过了两分半左右 支付宝到账 100万元 这 这这 顾言 你这是干嘛 嘿嘿 下午你和表哥打电话 我都听到了 你想开网吧 听你说预算不够 正好我手上有点子 可是你已经借给我50万了 阿黎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谁家好朋友这么接的 哎呀 好了 不说这个 等你以后赚大钱 别忘记 我这个朋友就行 对了 你们上大学 都要捐训吧 累不累 我没参加 我报名了晚会节目 才有空考虑开网卡 你 你没参加 那我可以找你玩吗 你放心 绝对不打扰你办正事 听着顾言那 期待的语气 好啊 都好久没双牌了 什么时候来 我接你去 明天我就过去 放下电话 陆离暂时还没还过 这可是2002年啊 200万可不是小数目 还刻意转移话题 怕我拒绝 你是上天派来的小天使吗 不过事情已经发生 陆离不矫情 有些恩情记在心里就可 陆离跟你说件好事 什么好事 我帮你也报了汉服社了 啊 你确定 当然了 汉服社学姐可好看了 你这家伙 能有这么好心 有漂亮学姐 还想着我 好吧 其实是有人让我拉着你报名的 我填报表的时候 联系人写了你的名字 结果有个学姐看见了 就突然问我你的信息 等我说完 她表示如果不拉你进 我也不能通过 等等 有个学姐跟我信息 还非要我一起加入 是啊 那个学姐好可爱啊 你都不知道 可爱 等等 等等 你先说说 她长什么样子 啊 那学姐个子不高 应该就一米五就样 打扮得像个萝莉 长得还好看 好吧 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陆离 早上好呀 顾炎 我带你去学校转转 陆离带着顾炎 在校园内转起来 三陆离心里清楚 顾炎有些害怕 顾炎 你想过重新读书吗 想过 只不过我好几年没读 怕是跟不上 听到这里 陆离没有继续说下去 虽然和顾炎才认识不久 但陆离见过顾炎 生病后脆弱的一面 生活缺少太多颜色 对于顾炎来说 这种生活状态是不健康的 顾炎 其实想读大学也未必要经历高中 可以在家里请个家教老师 一对一辅导 之后直接报考通过了 就能直接进大学 还可以这样吗 等顾炎把这几年的高考补上 那个时候的自己累积的身家 应该也不低了 到时候随便给拿走大学 捐个教学楼 安排一个学生进去读书 那还不简单 对啊 考完以后 你就可以像现在这样 在校园生活 身边也会有更多的朋友 多好啊 陆离 你真是个温柔的人呐 陆离 你不是还要排练节目吗 你先回去 我自己也找个地方上网区 没事 这个点估计已经解散了 我再带你去逛逛 顺便看看我新开的网咖 你可是我最大的股东呢 这不得给你看看吗 从来到租好的店铺 鹰店内还在装修 也就在门口看了个大单 随后两人便前往久违的网吧 开始了峡谷之旅 顾炎 来抓来抓 陆离喊着顾炎 但顾炎却迟迟迟没有回复 陆离切换了一眼视角到顾炎 只看见他呆呆地站着 兴许是自己让顾炎在上学 顾炎开始犹豫起 陆离 对不起啊 我觉得今天没有什么状态 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带一会 晚点去找个酒店休息 行 那我先回学校 你到了酒店 记得给我打电话 嗯 迟到了 回到学校 中午还是一样 要到教室进行排练节目 排练结束后 便赶回宿舍 正要给江思思报备事 陆离 大学咋样啊 学校里美女多不多 说吧 找我什么事 你这家伙无事不登三宝店 嘿嘿 那啥 我就想问你借点钱 你看方不方便 借钱 暑假那会 你赚了也快五千了 加上你爸妈给你生活费 这开学才几天 小金库见底了 嘿嘿 我谈了个女朋友 所以这几天花效大了些 行啊 不声不响找了个女朋友 根本效率很高啊 是我们高中同学吗 我认识不 不是 是其他学校的 叫周萌 你说什么 叫周萌 上一世这家伙就吃过亏 这次难道又想呆了 但想想 有没有可能崇明 稳一起来 明天周日 下午不用军训吧 你把你小女友喊上 我请你们吃个饭 到时候见面聊 行 到了周日傍晚 陆离准时来到大学城的一家餐厅人 大约十分钟 张东也不见了 陆离直接忽略张东 先是认真看了看他身旁的两位女生 就一眼 陆离已经开始叹气了 还真的是他 小哥 你好啊 张东和周萌都还没说话 简心月倒是先说几话 你好啊 美女 陆离 这个是我女朋友 周萌 这个是她好闺蜜 简心月 简单客套后 陆离就拉着张东 往餐厅走去 两个女生就跟在身后 文毛 你男朋友的这个兄弟 长得蛮帅的 帅有什么用 又不能当饭吃 我都还没答应他当女朋友 张东刚刚叶少的时候 你都没有反驳 说到这 两人故意放慢酒 只不过 这家伙好像不是富二代 刚认识还蛮大风的 这几天让他买东西 总是推灾阻止的 该不会你把人家炸干了吧 哈哈哈哈 陆离本想跟张东说周萌 以后会出国 甚至还勾引自己 但无凭无据 这么说不合适 陆离想要说点什么时候 两个女生也跟了进来 陆离便也停止 看看想吃点什么 你们点吧 我打都行 叫上服务员点餐后 气氛显得有点尴尬 张东想缓和一下 黑衣时间也找不到话 结果憋了 陆离 你那生意怎么样了 有没有准备 拓展到苏州来 冬子啊冬子 缓和气氛 不是这么缓和的 这样装备 只会让人拿来比较 简心月听闻 就是马上就问了起 帅哥 你还做生意吗 没有 小打小闹而已 服务员上完菜红 并各自吃了起来 显然这顿饭并不容洽 不过张东 一直在努力寻找话题 场中气氛倒是不错 过完餐后 几人在门口 也准备离开时 陆离电话响了起 我在附近 我先过去等你 一开始也没人知道是谁 也就正常聊天 马上要离开时 一个特别稳重的人 来到他们面前 你好 是陆总吗 嗯 是我 去店里说吧 张东 我还有事 就麻烦你送两位美女回去了 回头电话联系 陆总 简心月和周蒙两人对视了一遍 什么身份能称得上陆总 这男的看着就像社会精英 能对一个大学生这么客气 帅哥 现在还早 回学校也没什么事 不介意我们 跟你一起去看看吧 你礼貌吗 你礼貌吗 没看见人家有正事 跟你过家家呢 不过好像也不是坏事 那行 但是我一会有事要谈 就没法招呼你们 还未落成的网吧内 陆离就跟装修公司的代表 进行派人 周蒙和简心月开始转移起来 到了一个小角落位置 简心月想生到 萌萌 是男朋友兄弟什么来头 刚才我还听见他们说 合并的店铺也是他的 还说是准备开网吧 这么大店铺下来 加上其他的费用 不小于一百万 周蒙表面的说话 心里已经挑呼呼的 萌萌 你可别跟我卡 别忘了 你现在和张东谈之呢 姐妹拿下以后 还能少得了你的好吗 就你会啊 要不是老娘带着你 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一个小时后 陆离也谈谱了装修事业 确定好明天就开工 简心月也提出告别 陆离自然是不拦着他们 但是还没过五分钟 陆离就收到了一个好友请求 这欲茶的清香啊 陆离本来是不想同意的 但转面想想 既然是闺蜜 不一定还能抓到周蒙的把柄 冬子啊冬子 也许突破口就在这简心月 看这两人就不像关系有多铁 没准是塑料姐妹 稍微给点好处 套一套话 没准还能有直接证据 让冬子放弃了也好 隐约看到一个人 提着重重的包裹 往学校走去 看清了那人后 连忙走过去 老师 我帮你提着吧 啊 是陆离啊 没事老师晕得动 这里距离北区 还有一点距离的老师 说着陆离 就将包裹提到手上 并往前走 陆离 这几天排练辛苦吗 嗯 还算不算辛苦 毕竟跟军事比起来 好多了 陆离是想拒绝的 但还有事要商量 便也没有多余的话 陆离 是这样的 老师想问问你 有没有当班长的想法 陆离其实一点兴趣也没有 吃力不讨好的活 可都是班长在那 老师 我平时也有其他事情 可能没办法当 但是有个合适的人选推荐给你 谁 刘晓庆啊 夏老师 你不知道刘晓庆从开学 就一直在宿舍说要竞选班位 而且他组织能力特别强 什么网吧开黑 食堂聚餐 操场看妹子等等 这是正经活动吗 这不正经吗 组织能力不摆着吗 简单思索后 夏思卿调侃道 那行 老师就信你一回 不过要是刘晓庆不能让我满意 到时候你就跑不掉哦 从夏老师这回去 刘晓庆也刚好在阳台 老刘 跟你说个事 辅导员本想让我竞选班长的 我一听 这好事能少得了你 果真满意 比珍珠还真一子 也才刚坐下来 陆离电话又响起 你睡了吗 还没 嘻嘻 就知道你还没睡 对了下周我朋友过生日 不知道穿什么好 你帮我看看哪件适合我 陆离还没回复 一连串的服务只发了 这女人可真会啊 我觉得都挺好看 长得好看 穿什么都没 讨厌 嘴巴这么停 真的假的 当然 我良好家教 不允许我说谎 那下周你能来吗 我 我也不认识 就不去了 你认识啊 是蒙蒙 到时候张东也会去 蒙蒙 是周蒙 这娘们 我记得是上半年过生日才对 怎么突然下周了 得 生日才是最好的理由 行 那到时候你通知我 新的一天 来到北区活动中心 除了监督节目排练 也没别的事 中午收到了顾炎发来的定位 便打车来到了大学车出镜的酒店 进入酒店行间后 陆离震惊到了 顾炎 你今天怎么换了这个打扮了 好看吗 我很喜欢裙子的 只是小时候没机会穿 好看 太好看了 陆离 我想好了 不管能不能上学 但我不想让你失望 我很庆幸遇到你这么个好朋友 好 你想好就行 我都支持你 我想在这附近租个小公寓 然后请个家教 你不是还要上学 正好我可以帮你照看网咖生意 你也轻松些 顾炎 你对我这么好 我拿什么回报你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正好饭点 吃饭去 吃过午饭 两人也一起到了房产中介店铺 介绍后挑选了一处顾炎满意的 距离大学城也就三公里的路程 签完合同 拿下药权后 顾炎 中午我还要参加排练 傍晚我来见你 带你去个地方 顾炎并没有询问去哪里 只是乖巧的点点头 到了傍晚 陆离也按照约定来到了顾炎的家楼下 陆离 我们要去哪里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师傅 去新西兰宠物市场 陆离 我们要去买宠物吗 是啊 你一个人在家的话 有点太无聊了 多个猫猫狗狗 陪着也许会有趣许多 对了 你喜欢宠物吗 喜欢 可喜欢了 小时候我就和妹妹在田里抓过刺猬 小兔子再回家养呢 师傅啊 你合不合意开一点音楼啊 你要听啥歌吗 什么 我听不懂 你要听什么歌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凤凰传奇的歌可以吗 啊 凤凰传奇的歌 可以啊 可以啊 很洋气的 他的歌很洋气的 好的好的 耶 耶 耶 Yo Yo Come on Baby go Oh yeah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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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Baby go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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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市场 顾颜开始不看 但摸摸的显然看得出 是挺喜欢的 鹿里 它好呆 堂堂狗中龙凤 在集市上寻求新主人 没想到一个娘们上来 就给我一句你好呆 我直接 对 我呆 是不是看起来还很可爱 鹿里 这傻狗还会说话 我也听到了 这傻狗还真会说话 小狗 那你叫一声姐姐 姐 姐姐 收了本大湾 本湾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鹿里 我们就买它吧 行 家里闹头些也好 搞定了宠物后 二人一同前往顾颜新住所 期间鹿里也提起津津搬家 就去买些菜清除清除 到达住所后 顾颜就马上去住 鹿里 可是安静的坐 鹿里 你快把果果带出去 它好烦啊 古人 你看我乖不乖 此时 鹿里也坐下饭菜 两人也能坐下 顾颜 你想好开始学习了吗 我想先找个家教 重新复习下以前的知识 但是不知道哪里去找 而且不熟悉的我也不放心 嗯 这倒也是 要还是个男家教的话 确实不合适 你先吃 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他 夏老师 咱忙吗 简单说明情况后 夏思青回复道 我有几个闺蜜 目前还在待业 辅导的话倒也不难 不过从初中开始 可能难度有点大 你也知道 初中的知识早就还给老师了 老师 辅导费不用担心 行 你要这样说 老师知道了 等下帮你问问 有结果了告诉你 好的 老师 麻烦你了 过几天请你吃饭 鹿里 谢谢你啊 嗨 咱俩还有什么好些的 来吧 今晚好好吃起 大约二十分钟 家教的受计也有结果 夏思青也只是发了信息 告诉鹿里 需要当面聊聊看 时间约定在了后天 确定了这件事 二人情绪更是高涨 久过三巡后 鹿里也开始有些发猛 拍了拍脑 就去了卫生间 此时鹿里 鹿里 你电话响了 没有得到回应 某人还在卫生间 遥游天外 响了一会 又挂断 又响了起来 顾言拿着衝接 鹿里 你有电话 你先帮我接一下 就说我现在没空 喂 鹿里现在没空 你一会再打来吧 江思思愣住了 连话都说不出来 喂 你有在听吗 哦 那你等他空了 让他回给我 江思思很慌 急忙挂掉电话 可又细细一想 鹿里可能现在真有事 所以才没接自己电话 从卫生间出来 鹿里接过什么 卧槽 怎么忘记查岗这事了 看了看天色 时间也不早了 顾言我也要先回去了 走在路上 鹿里马上给江思思回播了 思思 阿林 你刚才在干嘛呢 这语气有点不对 该不会咱蓄里憋大招吧 想了想 鹿里回到 刚才和同学聚餐 喝得多了 去了汤卫生间 鹿里本来就和顾言轻轻白白 但对于热恋器的江思思来说 隐瞒某些事还是比较好的 阿林 你会不会觉得 我对你管得太严了呀 每天都要打一个多小时电话 就这样鹿里也没有打车 在路上一边打电话 一边往学校走 回到宿舍也十点左右 简单洗漱后 鹿里准时收到了查语 今天都没找你聊天呢 我跟你说啊 今天我遇到了一件 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鹿里敷衍回答后 也迷迷糊糊地睡了 一家小饮品店内 看得出来 顾言有一丝紧张 鹿里笑话 紧张什么 该紧张的是他才对 你可是雇主呢 我怕我太笨了 说着 夏思青梅和他的工 一起来个店 老师 正面 进来后 你就简单地缺人些性格 吴胖胖 对于顾言这个水平 说道 小弟弟 姐姐和青青 好久没见 一会我们还要去 大人该去的地方 就不打扰你和小女 又又会了 大人该去的地方 东宇敏还是洗脚啊 胖胖 你想说什么呢 好了 姐姐走了 明天准时过去报到 下次青蛙找个胖胖 老师离开后 陆黎望向一旁行 局促的不应该说 走吧 我们吃饭去 明天你就开始 你的学习生涯了 今晚要不要放纵下 好啊 好啊 上网去 果然是网瘾少女 放纵就是上网 一同到了网吧后 两人走到包厢 陆黎停下了脚步 表情有些错愕 夏思青和吴胖胖 两人正在里面上网 刚好夏思青 也看见了陆黎 自己好歹也是辅导员 结果被学生看到 自己在网吧打游戏 多少有点令人羞耻 既然遇见了 也不能当没看到 哈 是陆黎啊 你也来上网吗 一旁的吴胖胖 才反应过来 呀 小弟弟 你也来上网呢 正好包厢有四台机器 一起上吧 之后四人也就正常 各玩各的 但夏思青 属是有些尴尬 毕竟自己是辅导员 还跟学生 坐在同一个包厢上网 没玩多久 可匆匆离开 而顾炎在第二天 也开始了学习生涯 因为两人也差不多 太多岁数 平时也是打成一片 但开始上课 又恢复了 老师该有的名 陆黎也基本都会来 胖胖顾炎学习尽力 只是吴胖胖 一直挂在嘴边的小地 让陆黎有几个字 又是一天 今天下起了大雨 因此陆黎 入夜后 正在和江思思 包电话的陆黎 突然接到 顾炎打了个电话 陆黎 你现在有空吗 怎么了 我好像吃坏肚子了 现在在诊所 你能来陪陪我吗 世外侵奔大雨 陆黎打车 前几天 在认识不到几个月的 女债主家喝酒 亲妹女友正好打来电话 我的女债主接候 一句我在忙 女友连忙挂在电话 今天和亲妹女友 打着电话 突然接到 欠着200万女债主电话 说她生命在诊所 要我过去陪陪她 也正是此次 我发现女债主 好像对我有意思 没事吧 没事 医生说我吃坏肚子 输点液就好了 那就好 陆黎 娘 娘 陆黎用手摸了摸输液管 接着去外面 接了一盆热水 再用毛巾沾湿输液管 一直重复这个动作 这样呢 有没有好点 顾炎躺在床上没回话 偏过头 拿了本书挡在一起 嗯 好多了 说完一瓶夜后 顾炎状态好多了 搀扶着顾炎走到门外 走吧 我送你回去 顾炎抓着陆黎的手 拐巧地点点头 回到公寓 陆黎第一时间 去热了杯牛奶 放到茶几上 想什么了 脸这么红 是不是感冒了 没有没有 这世间情话本就不多 一个女子的灵魂 胜滚千云万 行了 顾炎你现在也好多了 我也该回去了 以后要门禁了 顾炎第一次 有了被保护的感觉 语气乖巧地应了句 好 回到宿舍 收到了简欣月的消息 说是明天下午五点 在水月去吃饭 陆黎也回了句之道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四日一早 喂 东子 陆黎 江湖救急 陆黎已经猜到 肯定是周蒙过生日的原因 张东没钱了 准备找他见 回到 多少 两三千 好 也没有多余的话 给张东转三千过去 到了傍晚五点 陆黎准时来到水月居 哥哥 你怎么才来的 还以为你要帮我鸽子呢 发应了 肯定会来的 最后 看下周蒙 周蒙 今天你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说着 就将自己买的贺卡定了过去 张东说的难道是假的 你就给我送这个 你以为肉圆过家家呢 最后陆黎 打出了一条铺金钻石相片 那 送给你 哇 哥哥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这款饭链好久呢 你那朋友圈发的 就差写的备胎们 赶紧给我送了 周蒙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羡慕的眼神 已经写在脸上了 哇 星月 你男朋友对你可真好啊 听着这个称呼 简星月看着陆黎 哥哥 你给我带上吧 陆黎没有多余的话 给简星月带上 好看吗 哥哥 好看 此时 张东提着一盒蛋糕 以及一个大大的玩偶 走进来 自己处心积虑的过家生日 还不是为了这天 能收丰厚的礼物 你倒好 给我送个玩偶 还没你兄弟随手中的一条项链好 周蒙 生日快乐 之后几人便吃起饭来 当然 周蒙心里是一点也不开心 有过三巡减星月题 蒙蒙我们一会去金鸡湖吧 那边有一场音乐会 晚上会举办 金鸡湖 前世就是在这个地方和秦荣 陆黎本不想去 但今天都已经买了个礼物 不能白送了 要从简星月嘴里套套话 也就半吹半舊的一起去 一同来到湖边 周蒙和张东一同前往湖前 看起了音乐会 而陆黎则是来到了一个蓝色路牌下 哥哥 你好像有心事 简星月 你和周蒙关系很好吗 哥哥 你怎么突然这么问 没什么 就是想知道你和周蒙关系好不好 还有 张东是我好兄弟 我不想他受到伤害 而周蒙是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周蒙是什么人 简星月自然是清楚的 可陆黎怎么会这么肯定的说 不想自己兄弟受到伤害 他不是大义心生吗 还好吧 陆黎和我在酒吧认识的 谈如山关系多好 陆黎也懒得卖关子 十言懂 我兄弟没吃过爱情的苦 很容易因为一个女人受伤 如果我的消息来源没问题的话 今天应该不是周蒙生日吧 难道 他已经暗中调查过周蒙的信息了 为何自己和周蒙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一刻 简星月也不敢把陆黎 当成一条幽稚的鱼儿来看 也明淡了陆黎的想法 萌萌是上半年的生日 才扑舍着夜市响 正好遇到大员种 想捞一笔是吧 陆黎没这么多担忧 就是直接捅破这层窗户 简星月见陆黎把话说得这么迷惯 也没有继续装 行了 我也不废话 你开个架 我那哥们脑子一根筋 我就说未必能信 还是要眼见为实 才能让他彻底绝望 所以你一定有办法 对吧 开架 开什么架 哥哥 难道星月在你眼里 就是这样的女人吗 行了 都是千年的狐狸 跟我玩什么聊战 哥哥 那我一会给你发几张聊天记录 你发给张东 他应该就清楚了 陆黎自然知道聊天记录的内容会是什么 但是没用 沉默片刻 还有没有更直接的 简星月听闻 也思索起来 以张东的傻性 这某几句话 张东肯定又被迷糊涂了 那我发几个视频吧 视频 是我想的那种吗 讨厌 哥哥你想的是哪种视频 好好说话 对 就是动作片 洛丽达到目的后 也就没有在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行 一会你把视频和记录发我 然后你开个架 只要和礼 我都不会拒绝 哥哥 那你会把我杀了吗 我不要求什么 只要你不把我好友筛了就行 还对我抱有希望呢 行 不筛 偶尔品品绿茶清香 还是可以的 搞定了这件事 陆里也和张东到了别 准备返回学校 一转身 在人群中看见了一个模糊 没有熟悉的背影 是他吗 呆滞了一会 陆里缓过神 回了宿舍 结束了和江思思的电话周 张东的信息就急迟地发了我 陆里 今天谢了 嗨 你跟我说什么谢 对我冬字 你觉得周蒙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这种女孩子不多见了 想了想 陆里发了几张 聊天记录的截图给张东 陆里 你的记录哪来的 应该是屁的吧 萌萌不是那种人 你这家伙 真是油烟不尽啊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陆里把所有的记录 视频一股脑 全给发了过去 接着静明睡觉